上师阿弥陀佛 请示上师现在很多女性的能力强 往往表现出干练充满主张强势的性格 这样与圣贤教育所说的女子要谦卑柔顺安静似乎不同 请示上师现在女性应该要如何当一名有德的女性呢 那个就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时空 做什么样的角色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 然后女性她有子宫 她会分泌母乳 对不对 她如果在产运期间呢 那子宫总不会长在男的那里吧 女性就是负责生小孩 服役母乳呢 就是女性的工作 你怎么不能叫这个男的去把自己胸部弄得很奇怪 来喂奶吧 扮演一下是可以了 也就是天性天生自然形成男女有别 佛法呢 讲自性平等 这是人他有一个清净的佛性圆满具足 那是众生都一样 不要说男女 狗啊蟑螂啊蚂蚁啊都一样 这自性都平等 但是现前的现象不平等 女性有子宫 男性没有 这怎么平等呢 男生有猴结 女生没有 这怎么平等呢 他现象就是不平等 那也不是说那不平等 我们就接受了不平等 一个家庭来讲 如果一个女性 她不能柔顺 然后就是谦卑 安静 或者是妄夫妄家 她要做跟男性一样的工作 那这家就是有缺口 为什么 这家里有两个人去外面打拼呢 这个家里就会乱 家到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现在喜欢小家庭 买小公寓 为什么没有人整理 大家外面打拼回来一起整理 拖地了扫地了 洗衣服洗碗盘 一起睡觉 就这样 那个家里的伦理啊 教育的机制 责任分工 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 这我们同学在座很清楚 因为你们家都是这样比较多 对不对 所以说是一个正常的家 他家里的那种机制 能够正常的运转 包括可以好好的把这个小孩 教育成一个优秀 能利益众生的人 这母亲的角色 就是太重要 太伟大 所以我们有些人很多人过母亲节 都说母亲很伟大 母亲我感谢你 都落在母亲辛苦 含辛茹苦剩下我们 忍受了很多的病痛 忧愁 担心之余 都落在这一方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感谢母亲 母亲节带母亲去吃大餐 去造业一下等等的 你都没有想到母亲她伟大在哪里 其实那种可以利益众生的伟人 圣人 就是这个家里有一个柔顺 谦卑 妄夫妄家的女性 把她培育出来的 而她培育这一个小孩 可以利益万千众生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说 圣贤的教育 它基础在人道 有教我们这些 当然也有不一定的 也有很多的家庭 你的姻缘比较特殊 有的同修 你是女性 可是你特别想修 比如说出家修行 或者修菩萨行 去利益众生等等的 但是这是以人道而言 我们圣贤教育确实有讲到这些 我们大家不能不了解